民眾開車停等紅燈 對面一輛機車停在內車道 行人穿越線 卻沒看到機車騎士 民眾左看看右看看 視線來到馬路對面的路邊 原來這名戴著安全帽的機車騎士 坐在樹蔭下 民眾15號經過桃園市中立區 青雲路跟領航南路口 看到機車騎士把車子丟在路中央 坐在路邊躲太陽 想說是不是天氣太熱了 其他民眾看了也覺得無法理解 如果後面來車沒有注意到 可能會撞上機車 發生車禍事故 違規的行為十分危險 中立警方表示 最高可罰三萬六千元 還好沒有發生意外 但天氣熱不少機車騎士 都會在等紅燈的時候 停在樹蔭下 形成特殊景觀 像這樣直接停在路中央 如果遇到緊急狀況 沒有辦法立刻把機車騎走的話 可能會影響其他用路人的安全 華視新聞無權員 健保 張春風 桃園報導 哈囉 我是林明睿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我們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